各位, 中秋節快樂 諸少爺, 我真的很捨不得你 別這樣, 我們又不是移民 不過是隔壁街而已 出來見面很容易 畢竟是二十多年街坊 不捨得術友 我也捨不得, 但不能選擇 整棟大廈脫皮脫骨 三寶有人出出入入 後樓梯有很多雜物, 陰陰騰騰 每天跟豬女回家都要過五關斬六仗 越住越差, 還叫快活大廈 要改名叫快死大廈 媽媽, 我不喜歡這裡 我們這兒子沒什麼望 最重要小孩沒事沒幹, 開心成長 故事也有說, 萬無三千 為了女兒, 長遠計, 我無論如何都要搬 始終住了二十多年, 也有感情 很難說走就走 居安師爺, 你自己小心點 過來拍大合照 走吧…拍照… 是呀 有一個人、一人、一人、一人 現在連阿朱先生都都走了 即是下季沒人陪我看監製 你們只懂得關心看監製 知道為甚麼朱主要搬嗎 她告訴我 她一直都很不滿意快活大廈 他跟業主立案法團投訴了很多次 都沒有回應 法團的事都不像我們小業主主主事 我也做不到甚麼 不想做和做不到是兩件事 陳太太,這支大新聞 旁邊有一棟派洛閥下倒塌了 之前我和你已經殘殘舊舊 日久失修,又沒有管理保養 也不知道遲下我們棟大廈會不會倒塌 陳太太,你還是快點搬吧 老公,我們是不是要搬 老公 搬走只是自標不自本 這是我的家 有事應該面對和解決 而不是一走了之 那即是怎樣 要改變 你想了一整晚,你想成怎樣 由我去改變 你想加入業主立案法團嗎 這屆管理委員會的任期就結束 我想在新一屆有些新改變 我看過往法團的審議資料和內容 就像採購程序和樓宇維修一樣 應該還有很多改善的空格 是呀,說就是法團 但我覺得之前他做事沒什麼張法 又沒有系統 等等 等等,你是初哥,別走得輕輕 不然待會有辜負業主的期望 老婆,我什麼時候辜負過你 我上網看過了 我知道全港法團 都是跟著這本建築物管理條例 和大廈公計去處理 而民政事務總署 譯出了本建築物管理條例指南 幫業主理解條例主要的內容 查實民政事務總署 早前譯出了本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 去幫業主提升大廈管理的水平 以及大廈管理程序核對清單 方便我們去跟從 你想在我們棟大廈施行嗎 沒錯,政府也鼓勵業主立案法團 跟著做 沒理由其他大廈做得到 我們大廈做不到 老婆… 你這麼懶惰 你說得這麼有計劃 我相信你了 你說要選委員 那就是讓人支持 前兩天我看到大唐廉一張通告 就說法團要召開業主周年大會 那我現在就幫你叫街坊 讓更多人來投票 你是最好的 說法團要召開業主周年大會 是第八次周年大會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管理委員會 每隔一次周年大會 就要改選 所以這次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必須要進行 改選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師傅 和所有委員都會由頭洗牌再來 這次我想選主席 老公,你回來就對了 一個來看看 我在文政事務總署的大廈 管理專頁客載的 我看了最佳做法 他們建議參選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 要在投票前的申報表格申報關係 你快點填吧 你看點又不看點 最佳做法是 跟其他候選人 和現屆管理委員會的候選人 有關聯的候選人 才要填申報關係表 已經遞交的申報表格 會紀錄在會議紀錄之中 日後大家就可以查閱 增加選舉的透明度 我還以為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想也要花點時間 跟其他業主解釋 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 和程序核對清單 如果解釋得好 就可以帶領法團 改善得更完善 要吃一頓好的 讓你有足夠體力 去應付明天的業主大會 我先煮飯 謝謝 現在正式舉行這次業主週年大會 最近我聽到很多街坊 大廈管理也有不同的聲音 不如大家就法團的路向發表意見 之後再正式進行改選 大家好 我是十二樓B的業主 旁邊快樂大廈倒閉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想透過 新一屆的法團管理委員會 去落實執行 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 還有程序核對清單 還有程序核對清單 我們現在就有個法團 對吧 而且是甚麼 那就是 以快樂大廈來說 他日久失收 又沒有買第三者風險保險 現在要面臨被追討賠償的責任 業主不僅失了層樓, 還弄得周薪寨 說這麼多, 你只是想做主席 做到的就可以過水濕腳 法團的錢, 全部業主有份夾 說的不是一個小數目 他就是十三機的業主阿偉 出了名, 閹閹睹縮 大家之所以會誤會主席有權決定所有錢怎樣用 可能是對法團的工作了解不足 採購的程序是必須要按照建築物管理條例的規定 再加上, 如果我們採用民政事務總署建議的 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和程序核對清單 上面的流程去管理 這樣就可以提高透明度 不是說做主席那個說怎樣就怎樣 大家都跟我一樣 從小到大都住在這裡 對這裡有很多感情和回憶 但是近這幾年 搬的就搬, 走的就走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喜歡快活大廈 就是因為這裡的設施 給不到信心和安全感他們 或者這樣說有些肉麻 但是我愛這個地方 我不想那麼容易放棄 大廈有問題, 我想去解決 想大家住得安全和開心 但是單靠我一個人的力量 是不夠的 今天叫大家上來 除了想大家同意 更想的是大家一起參與管理大廈的事項 減輕管理會的工作 說得實在太好了 我也很想出一分力, 可以怎樣做 可以怎樣做 我也想參加 如果大家這麼有心 我們就落實執行 現在我們正式進行 法團管理委員會的改選 有興趣的街坊 歡迎你加入管理委員會 按條例規定 不多過五十戶的單位 最少要有三個委員 多過五十, 但少於一百個單位 就要有七個 根據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 如果超過五百個單位 就起碼要有十一人 以快活大廈六十戶為例 就要有七個委員 簡單來說, 沒有破產 又守法, 又是業主 有心為大廈的就符合資格 但現在舉手的人多過七個 要怎樣選擇? 如果想加入的人數太多 會以競逐的方式 由業主投票決定 獲得最高票數的七位當選 相同票數就會抽籤決定 一個業主 最多可以選擇相同 或少於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以我們大廈為例 就是七個 我現在宣布 陳聰先生 獲得業權分數最多的業主支持 成為新一屆管理委員會主席 而周廣偉先生 他會出任師父 負責法團的財務 至於秘書的工作 我們交給宋慧儀小姐去擔任 人居就齊了 下一步呢? 我有做功課的 我們現在就是改選 所以新任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要在獲委員後的21日之內 填桌指定格式的陳述書 再由管理委員會秘書 即是我 在西島有關的陳述書之後 以28日之內 將他送到土地註冊處登記 接下來 希望為法團定出新方向 就請各位多多指教 好 新一屆法團管理委員會就成立了 如果業主想召開特別業主大會 討論想關注的事務 可以透過不少於業主人數5%的業主 向法團管理委員會主席提出開會要求 記住 有關業主最好整理一份名單 寫上姓名、單位、簽名 已顯示有關要求 由不少於業主人數5%的業主提出 業主亦應該選定其中一位做代表 聯絡管理委員會主席 還有,要核實達到業主人數5%的業主 這個最低要求 先交給管理委員會主席 當管理委員會主席 收到召開特別業主大會 有三件事要注意 第一,核實開會要求 是否由不少於業主人數5%的業主提出 第二,確認之後 應盡快通知管理委員會其他委員 促進內部協調和溝通 第三,如果當中議題 已經在過去的法團大會上討論過 可以聯絡相關業主 相以合適的解決方法 特別業主大會應先處理業主要求討論的事項 除非這個提議的決議 是取決於另一個決議 或者事項的結果之上 而有關業主未有要求討論另一決議 或者事項 管理委員會主席有責任 按需要請有關業主就要討論的議題作澄清 按讚